刚刚微信公众号看了一个人留言 给大家看一下 他说你自己看我们的节目 然后后来也离过婚 然后在那后来通过节目 也找到了自己生活下去的方向 我自己煮了些水饺吃 其实很多人 或者那个手机支架都没有了 刚才让我不小心给掰断了 拍东西也不好拍了 其实 其实 还挺好吃 就说 你看像我们比如 到一定年纪啊 肯定会思考很多的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事情 我那天 昨天还是前天 我跟秋迪讲说 我说 在我眼里啊 其实人生就分成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叫逃避问题 你要是我们都很年轻 甚至很小 大部分呢 会有一种逃避问题的心态 后来呢 慢慢的主要的心态就变成了 解决问题 我们去上学去工作去干什么事情 再后来呢 第三阶段是什么呢 第三阶段就是制造问题 大家能理解吗 就是很多问题 它其实不存在了 然后呢 你去把它制造出来 就像你去比如说 你发明了一个东西 或者是解决了一个问题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 别人之前没有过 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就知道问题 这次阶段呢 就是成为问题 大家吃饺子 加不加蒜 你看 现在我自己在这边待着 吃蒜也不怕被别人说了 自己吃个水饺 还挺开心的 大家这一段时间 这么多事情发生 有没有产生很多思考 感谢观看